记者邱俊福台北报道,一名王姓厨师在北士气商圈喝醉后, 见来派旅游到夜店庆生的孙姓等六名中国大学生, 竟枪看三小,双方一言不合打成一片, 一名李姓女警上前制止,也惨遭波及, 导致头、脸、手部多处受伤, 姓之源竟李及时赶到,将王等七人全部带回针板。 王楠等七人依防害公务,伤害送弹, 经检察官附讯后,裁定王楠县日住居, 其余孙等六中生则赤回。 警方调查,孙等六名中国大学生, 趁暑其来台观光,昨天凌晨三十三十分取, 孙等人到夜店为孙庆生完, 坐在夜店外,突遭路过的王楠枪生, 双方随后相互斗殴, 附近执行守望任务的李姓女警健壮, 上前劝架,结果也被踹伤。 最后,十二名支援警力到场, 才将王等七人拉开, 全部带回北市警局西伊芬局三张力派出所侦办。 请不吝点赞, Peki,